這是不需要任何的濾鏡的 黏膩感0 柔順感UP 超級細緻乾淨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晨昕 最近剛從國外回來啊 就發現我膚況變得不是很穩定 除了臉上有這個紅點點 額頭也比較乾 膚色也不是太均勻 所以一回來 我就決定要先來預約醫美保養了 好的療程結束後的保養品啊 會對你的膚況是UP UP UP或O版汁很有可能功虧一虧 等一下我們出門去進行療程之後啊 要來試用三樣東西喔 結言慕斯 動膜 安平 連續使用七天 來看看是不是跟網路說得這麼厲害喔 現在事不宜遲馬上出發吧 Let's go 我剛從整間出來了 我現在整個臉都是麻麻的 很緊繃 結束我什麼都還沒有用 馬上要先來試用我們的 Tila Veed 花梨木柔敏結言慕斯 欸真的非常的有格調欸 哇它泡沫真的很細緻欸 乖乖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束後用一些洗臉的 就會感覺哇真的是不行 那我現在是剛束後完最乾 最緊繃的時候 那我現在整個用在我的臉上 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也不會有那種癢癢的啊 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覺都沒有 它的香味主要是來自那個花梨木的關係 所以它不是化學的 它是純天然的精油 在洗臉的過程中 也有那種享受SPA的感覺 不會痛然後不會刺激 好好洗臉很重要 洗臉是我們保養的第一步喔 非造肌 如果你是敏感肌 都非常的適合喔 像我現在這樣子 完完全全就沒有感受到它的存在 所以我覺得超級棒 嗯 目前感覺是非常好卸的 皮膚是蠻清爽的 蠻穩定的 相當溫和喔 比水還要柔和 因為我們水潑在臉上 其實還是會有感覺 但這個慕斯是完全沒有的喔 接下來我們要來實測這個 海茴山幹細胞修護動膜 不是只有在術後可以使用而已喔 平常日常的保養也是非常的可以 針管設計 動膜一罐的那種 因為很大一罐 在使用的時候都要開開關關 那裡面的東西就很容易會氧化 布的面膜 你其實很容易會摩擦到你的臉 就不用擔心說 欸只在摩擦 反而是對肌膚來講是一種不好的方式 目前呢 我臉上是沒有任何刺激感 而且感覺是非常的溫和喔 比較沒有像剛剛那樣的緊繃 也比較舒緩一點 整臉都已經敷完了 居然還有剩這麼多 你們就知道它的量有多少 現在正缺水 正需要緊急的皮膚救護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沒有任何的味道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顏色 敷20到30分鐘 我們就可以把它卸掉囉 我覺得我的臉啊 有越來越柔嫩的感覺 簡繃感越來越降低了 可以看得到我們臉是那種咕溜咕溜的 保濕度有提高喔 臉的亮度有提升 洞模膚啊還不夠喔 上鞍的品 積雪草復活新生精粹喔 連外包裝都非常的有質感喔 閉光功能 有時候我們看到那種透明的陽光照射下來 它很有可能就會變質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質地有沒有 是透明的 它比化妝水還是稍微稠一點點 但是重點是喔 它不會讓你覺得很油 是清爽的 非常的好推開 大家不要看這個小小一瓶喔 它其實量蠻大的欸 感覺很舒服 對我們的臉來講是吃到很好的營養素 不會有任何刺激感 臉有越來越水嫩的感覺 差別蠻多的 它也沒有含任何的香精 素後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 剛開始我們會有點卡卡的 但現在是完全不會 跟剛開始那個暗沉的感覺是差蠻多的 素後吃到好的保養很重要喔 保養品決定你接下來的這個皮膚的概況 接下來的六天呢 我會繼續再來實測這三樣保養品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這七天啊 before跟after的狀況是怎樣喔 第二天 今天一起來的時候我就發現 欸 臉沒有那種乾崩的感覺了欸 慕斯清潔 它泡泡真的很綿密欸 剛剛這樣擦過去的時候呢 真的是沒有什麼感覺 超級細緻乾淨的 好好的洗臉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接下來呢 是我們的動膜 不要看它這樣子小小一支 它其實量真的蠻多的 如果你是日常保養 你就可以一支分兩天使用 洗完臉 保濕可能在這裡 洗完動膜在這裡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使用安瓶 可能就會在這裡囉 紅紅的經過我們剛剛厚膚之後啊 比較沒有那麼樣的明顯了 整體膚況啊 差蠻多的喔 很期待可以看到第七天的效果 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的安瓶啦 它完全不熏眼欸 像我剛剛這樣子回在眼睛上面 打開來我也不會覺得辣辣的 因為它完全就是沒有添加任何刺激物 顏色最有差別耶 顏色跟那個保濕是最有感的 早安 今天是試用的第三天囉 我發現每一次洗完臉 臉都會更亮一點 清潔啊 真的是保養的第一步 你的清潔好啊 你後續的保養品 才有辦法吃得上去 噢 真的是 噢 真的是 噢 欸 這個發光的程度真的是 嗯嗯 很厲害耶 哇 越來越水潤的感覺了耶 我每次倒還是每次覺得 噢 哇 量真的蠻多的 第三天的這個測試喔 有發現我們的皮膚真的是 越來越光亮嗎 很像那種打燈上去的感覺有沒有 每一次洗臉前跟洗臉後 那個光澤度就不太一樣 皮膚的保水程度真的增加很 多 變滑順非常的多 第四天的效果而已耶 大家就知道我多厲害 過敏的鼻子先忽略它 其實我們現在就變成比較偏向 素後保養加上日常保養了 大家有看到我現在臉部的清透嗎 這是不需要任何的濾鏡的 欸這幾天真的體驗下來 我真的覺得好厲害喔 柔順光滑 在鼻子有這個受傷 就算是泡沫滑過去 還是沒什麼感覺喔 分兩天來做使用喔 CP值算是相當的高喔 你看我們就算分兩天用 還是這麼多 傷口的地方 我們這樣敷過去 不會覺得很刺或是很痛 完全不會 最明顯應該是我的傷口 沒有之前那麼嚴重耶 變比較透亮 比較乾淨的感覺 現在很像是一台清掃機啊 把我的整個皮膚抖過去 讓我的皮膚是發光發亮的 前天過敏嘛 抓的那個鼻子的地方 傷口面積有一點大 安平這樣劃過去我鼻子的傷口 也是一樣不會痛 真的不會痛 我們這七天的這個測試效果 已經全部做完了 保濕度有比較增加 亮度提升 嫩度也是齁 比較不會有那種粗粗的感覺 色素比較不均的地方啊 現在好像也都看不太出來 等一下化妝的話就會更快速 剛做完醫美的時候 我使用這三樣產品 鼻子過敏的地方 照樣這樣做 都還是不會痛 這幾天的效果啊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